杜鹃花的盆栽管理 上盆与换盆 上盆 杜鹃花的上盆时间 正常情况都在秋季至春季开花前进行 上盆时 用创纱或碎瓦片交叠盖住盆底的排水孔 上面铺上一层粗粒土作为排水层 在中央填入部分培养土后 将植株作正 然后继续加土至根颈处 用手指沿盆壁四周庆拾 在加土略超过根颈部位 根据盆口大小 流出两厘米的盐口 盐口过深过浅 都会使浇水量不宜控制 第一次浇水 要用细喷头浇透至盆底糖水为止 刚上盆的植株应放在阴处 使根系逐步恢复功能 适应新的环境 切记置于风口或阳光下 以免湿水尾粘 换盆 栽培多年的杜鹃花 随着植株不断长大 根系密接成团 无法舒展 生长出现不良之状 要适时换盆 换盆时 事先将植株从旧盆中拖出 挖去嵌入土团底部的瓦片 剥除土团边缘的部分素土 让根须松开 减去缺少活力的老根和过长根枝 并对枝叶也做相应修剪 然后用新盆 新土种植 一般换盆间隔时间 是每隔两至三年一次